经过连续近20个小时的协商 11月17号一早欧盟三大机构 就2017年的预算终于达成一见一致 那么相比2016年欧盟将投资更多 让欧洲更具竞争力更为安全 同样在处理难民营危机上将花费更多 欧盟2017年的预算为1579亿欧元 比2016年增加了1.7% 预算中包括5亿欧元 用于帮助年轻人就业 欧盟的预算占欧盟各国GDP总和的大约1% 主要由各成员国交纳 英国脱欧尚未启动 所以没有影响到欧盟2017年的预算 在程序上 该预算还需要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正式同意 预计将会很快通过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比利时布鲁萨尔报道 Zither Harp